大家好,欢迎继续观看NodeGS之消息服务器开发这一系列课程 好,我们在上一节课里面呢,我们主要讲的是这个Base64的一个图片传输 然后呢,是就是说,首先呢,是把这个群粮和丝粮给简单实现了 第二个呢,是将图片进行Base64编码 然后呢,采用字符串的一个方式来进行一个传输 那么这节课呢,我们主要是来讲解一下如何实现这个Binary的这样一个数据传输 那么这节课呢,我们有两个知识点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聊天室的完善 这个呢,包含两个内容 一个呢,是客户端里称的一个设置 第二个呢,是在线列表的一个更新 那么第二个内容呢,就是我们文件传输 我们的重点,Binary数据传输,也就是我们的文件传输 这里面呢,我们主要要实现三个点 第一个呢,是上传文件的一个UI 第二个呢,是发送文件这样一个功能 第三个,也就是我们的文件接收 因为我们既然要发送文件,那么肯定也要接收 要不然的话就是一个单向的传输 那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还是用实际的代码 来展示如何来实现这些功能 好,规矩,我们还是先把这个给启动起来 首先呢,是我们这个设置离称 那这个地方当我们输入纸之后 我们肯定会在这个地方进行一个变化 那这一步应该是很简单的一个实现 注意了,我们在这边给它一个ID 叫什么呢,就叫span-reclaim 好,我们首先让它默认为空 然后呢,当我们输入这样一个离称之后 好,这儿我们就可以来 好,复制了 好,这个看一下 我们是哪个没有保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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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看一下这边 找得到的 注意了这个地方放了一个小错 这个地方不应该用 应该用text 因为我们用的是span这样一个标签 好,所以我们的效果就是当我们输入这样一个名称之后 它就应该会在我们这个左边的这个 RewriteInfo这个编栏里面展示出来 那么这个呢是我们第一个客户端的一个 离乘的一个设置 然后第二个呢是在线列表的一个更新 在线列表的更新很明显是要通过我们的后端来进行一个触发 所以呢我们要提供一个后端来做 那什么时候来触发更新呢 这个地方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采用拉的一种方式 就是说前台 自己来请求我们的这样一个数据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我们要做的代码就应该是什么事情 就应该怎么做呢 就是说 当我们遇到 socket sever get lan list 遇到这种请求的时候 我们就应该怎么做呢 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要主动的把我们这个消息给它推送过去 谁来了 那我们就推送给谁 所以呢这个地方我们就应该用 socket emit connect connect analyst 这个地方呢就应该是我们这样一个数据 这个数据又应该从哪去拿呢 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可以采取这样一个user map 这种做法来做 看一下我们这里其实都已经写 都已经编写了这样一个user map 它是有这样一个soft id的 然后这边呢也是做了移除这样一个操作 看一下 这个地方我们没有做移除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我们需要进行什么呢 delete 因为它断线了 所以说我们就要把它移除 移除 那我们这个的 这个的 这个 amage的这样一个对象应该怎么做呢 就应该直接把这个user map的这个values 给它传出去 当然这个地方我们需要做一下处理 什么处理呢 就是说我们的这边的这样一个状态 是需要进行一个计算得来的 是需要进行一个计算得来的 我们可以在这儿定一个方法 get user list 这个地方呢 就应该把我们这个user map给传进去 user map 当然这个地方我们要用的是什么呢 其实是我们就是这一段代码 我们来便利这样一个user map 然后呢我每次取的话就是取什么呢 就是取我们的sorket 这connected neclaim 我们把它存到里面去 然后呢 再一次性return 好 那通过这种方式的话我们就可以 可以拿到我们的user list 当然这个地方要掉了 那我们前端也需要做对应的一个匹配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儿也需要来做匹配 这里呢就应该是connect 当connect要去发起这样一个请求的时候 然后说到这样一个请求的时候 我们就会把这个user list 我们先给它打出来再说 这是我们第一步先给它打印出来 但是注意了这个地方是监听这个服务段的一个事件 那服务段的这个事件什么时候触发呢 是说当我们要调用这个事件的时候它才会触发 所以呢我们就要在客户端来调这个事件 client 当然我们啥都不用传 这个事件我们来看一下 把这个任务栏隐藏一下 好看一下 当然我们的AA 注意了 我们的AA这边已经收到我们这边的一个AA了 这个第一个是不是uself是上面来的 所以说我们不关心它 所以这个地方就已经输出了 输出来了之后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把它放到我们这个user list这儿来 我们看一下user list在哪个地方 我们是在这边 好 那么这一段呢就是我们的user list 那么除了第一个的话之后的内容 就是我们的这个user list 所以这儿呢我们可以给它取一个ID table user list 当然我们这儿就不需要写这么多了 好 我们就当我们遇到了这个东西的时候 好 那这个user list在什么时候去绑定呢 在这儿 当我们有这个user list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在这里来做绑定了 这个地方绑定应该怎么来做呢 这个地方绑定应该怎么来做呢 从它里面 来find tr 这样一个元素 找到之后的话我们要怎么呢 要排除掉我们的这样一个 哪一个呢 排除掉我们的第一个 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个排掉 排掉之后 把所有的元素先给移除掉 移除掉之后应该怎么做呢 那移除掉了之后的话 我们还需要把它追加进去 所以这个地方呢 我们还要做一次追加的 这样一个操作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是 就是user u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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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呢 我要循环了 user list user 点 for each 好 user link 有了它之后的话我们就可以很简单的在里面来做什么事情呢 open open的 tr 这样一个元素 那这个要open的对象 应该是什么呢 应该是长这样子的 应该是长这样子的 这个user userleak 那这个是open的 就应该直接open的这个tr 好 看一下 好 AA就有了 好 当然我们为了要及时的得到这样一个数据 所以呢我们这个调用的话 就 放在一个settimeout里面 settimeout 就这样一个定时器里面 那么它就可以一直在那儿去查了 这个地方的话我们可以让它慢一点 也可以让它快一点 这呢我们就 10秒跑一次 就是每隔10秒我们就来请求一次这样一个数据 当然这里面我们还会有一些优化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 interware id 我们可以把它存起来 然后这里面做判断 如果什么什么情况 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cleal 这个什么时候请什么时候来cleal呢 就是我们这个connecter 是断开的时候 所以说我们就要来做这个事情 我们看一下connecter 这样它的这个断开的这个状态 是怎么在哪儿 看一下我们这个变量名叫什么 由于我们这边是采用了这样一个闭包的一种做法 所以呢 在外面我们没法直接访问到 好 这样呢我们 由于时间的一个关系 我们就不再去详细的说 然后就留在后面来做了 后面来做了 如果connecter 断开 那么就 那么就 停止刷新 在线灭表 好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 第一个大功能的一个完成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的文件传输 那么首先第一个 我们先来实现上传文件的这样一个UI 既然是上传文件 那很明显我们也需要一个按钮来做 那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就把它放在这个地方一起 所以呢 我们这儿 就再 加一个 这个地方呢 就应该是什么呢 upload send file 当然 和上面这个类似 也需要给它指定这些 这些内容 所以呢 我们就 直接把上面这个复制下来 send file的时候 当然这个地方就直接是file了 为了要访问到它 所以呢 我们还是要提供一个ID 好 send file 那这个按钮 就基本上完成了 当然我们也需要把这个元素 给它放在这儿来定义好 好 看一下 好 长成这样子了 好 这个send file 当然我们也可以点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点了之后 它应该怎么做什么事情呢 我们先看一下 把这个点击事件给做出来 好 send file send file被点击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 那这个时候 要做什么 先把它 结构给打出来 好 接着呢 我们想一想 我们肯定要做的事情就是说 把我们这个UI给渲染出来 那这个时候 那这个时候的话 那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要做的就是给做一个容器 来装我们的这样一个东西 我们直接给它取名叫 app file container 然后里面呢 可以放一个 input group 好 上传文件 我们肯定是file 我们control 当然我们给它取一个名字叫file 当然我们后面的话还需要跟一些内容来标志它到底要做什么操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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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 现在的话我们有这样一个大概的一个效果 就长这样子的就可以选文件了 有了选文件之后的话我们还需要给它一个 让它放在中间 放中间怎么做呢 是这样子做的 好 我们给它一个遮罩层 然后呢 再来实现一个container 包起来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 实现一个遮罩 遮罩的话是绝对定位 然后呢 把它四个角 给它定住 上 右 下 左 然后呢 它的这个位置要稍微高一点点 给它一个背景色 当然 我们最好是给它一个透明度 默认的话不就不要让它显示了 除此之外我们也不能忘记了我们的file container 这种呢 上下以百分之五十的话可以让它进行一个居中 当然 我们的left也是百分之五十 然后right都百分之五十 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可以让它从左往右进行一个对齐 给它一个宽度 这样子看起来比较合理 既然我们这个left是百分之五十 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其实要把它的margin left 设成负的两百 这样子的话就把这个宽度 宽度的一半减掉了 这个时候的话就会是绝对的一个居中 当然 zindex也不能少 这个地方就剩为一百 还有一个情况就是默认下它是不显示的 那其实这个地方我们在点击的时候我们就要让它这两个元素进行什么呢 进行一个显示 所以呢 是这样一个元素 然后呢 uncup 这个元素进行一个shoot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当我们点它的时候 就出现了一个选择文件的一个框 那我们在它的一个基础上就可以选文件了 选择文件 看一下 好 那今天呢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先讲到这儿 具体的一个上传这个代码和下载的代码我们就在下节课来继续完成 那我们下节课再见